新冠肺炎疫情国内虽然已经成功的守住第一波 但随之而来的欧美国家确诊病例爆发 国内如临大敌 现正是防疫关键的时刻 为了避免社区感染 维护民众的身体健康 进而成功守住第二波疫情 玉礼分局呼吁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民众 确实遵守相关的法令规定 切勿心存侥幸四处啪啪走 或涉足人潮聚集 亦造成群聚感染的营业场所 目前M-Police仅用小电脑M化整合查询功能 内证部警证署已经跟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来连线 坚对民众居家检疫或是隔离等相关资料 已经建置完成 只要执勤远警输入国人身份证号 或是外籍人士护照的号码 居住证号码就可以立即查出 是否违反了居家检疫或者是隔离 我们现在领检勤乐园 我们现在进去领检 那各位的殷勤装备口罩户目镜还有手上 都有期待了 好那走吧 日历分局为了杜绝居家检疫或是隔离 爬爬噪违法以及不道德的行为 并且防治社区感染 特别规划了扩大领检专案的情务 针对辖区内卡拉OK KTV 银酒唱歌等容易引起群居感染 密闭的营业场所列为稽查重点 采取了密集领检机查 以防阻疫情破口产生 希望民众有道德心 有疫情的观念 并且不要存侥幸的心态 防疫适同作战 本分局将会持续进行灵检及盘检的动作 那请有关居家检疫及居家隔离的民众切勿有侥幸的心理 那如果不遵守规定在外面趴趴走的话 除了会罚最高100万元以上 也会导致疫情的扩散 那请所有的居家隔离及居家检疫的民众能够配合管理的措施 分局长吕玉腾呼吁民众 一定要遵守居家检疫以及隔离的规定 不要因为防疫期间心窍走信 以身释罚 如有违反规定 除了会遭受到重罚新台币100万元之外 并会送至集中检疫场所强制安置 更可能会导致周遭的亲朋好友感染的风险 请务必配合管理措施 记者高松双预阵采访报道